她是蜂蜜全国的刘巧儿 她是花为美里的张无可 她是齐白石的艺女 深得奇派精髓 她是新中国第一位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女演员 她就是新凤霞 她是新凡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他有天分 干艺术没天分 下多大功夫没有用处 他的艺术居然能够 现在形成叫新派 成家都不容易 形成派就更难 成家是你自己的成就 新派艺术能够在 众多的评剧流派中 标新立异 独树一帜 成为了评剧革新的代表 这得益于他在戏曲艺术上的 天分和影物 以及深厚的艺术功底 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的屏隙完全不一样 那么观众特别喜欢 尤其是他和赵立荣阿姨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对唱 你要平息唱 我爱他 他这么唱 我爱他 他是这么唱的 这就变成歌的音了 可是挺好听 观众现在 这也算他的风格之一 他 我妈妈这个人很愿意标新立异 他从来不按照别人的路子走 新凤霞原名杨淑敏 自小在天津长大 养父杨金山靠卖糖果和糖葫芦为生 养母李玉珍是杨家的同养媳 生养了七个孩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新凤霞很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性 从六岁开始 跟着唐姐学习京剧的第一天起 就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心气 为了学本事 能够赚钱养家 吃了不少的苦 也是在那个时期 新凤霞挑起了养家的担子 然而在那个人吃人的年月里 女孩子赚钱养家的艰辛 如今只有老一辈人才能够体会 三十年大的天津 有很多戏园子 为幼年的新凤霞学戏演戏 提供了好的条件 新凤霞十三岁起 拜师改学了评剧 饰演过《坐楼杀西》中的《颜西娇》 《临江义》中的《张翠鸾》等众多角色 经过不懈的努力 新凤霞十四岁起便当了主演 为了一家人温饱 便跟着母亲闯荡江湖 走到哪儿就唱到哪儿 跑码头搭戏班 到处流浪 戏班子里有句老话 搭班如投胎 那时候年幼的新凤霞 见什么学什么 邦子 二皇 平剧 全部党 逐渐地能够把冷场子敞热乎起来了 在天津 在天津 上海 山东等地 小有名气 也练就出了扎实的基本功 他刚演戏的时候 跑码头 睡的那大通炕 一个团睡在一起 枕头没有 拿一块砖头 抱着一包 往那一垫 当枕头了 那是我妈当年跑江湖演戏 新凤霞什么苦 没吃到 冬天手动的全是大口子 那一揭开全是皮肉 都连在一块的往下掉 新凤霞是吃过大苦的 1944年的天津 龙蛇混杂 一切照旧 新凤霞在天津 河东天保大剧院演出 那时正值过年 风香之际 演员们 大都回农村过了年 财主想了个新办法 留两个演员 唱一台戏 然而 同台的演员 突发高烧 尚不得台 剧院的经理 只得贴出 演出剧目 十黄金 新凤霞一人演出 不看 退票的牌子 新凤霞亮出了 全部家底 一人撑起了演出 没想到 观众的情绪 异常热烈 由于这种 预想不到的效果 剧院经理 为了省钱 只让新凤霞一人 上台演出 后来经过 名家们的教导 新凤霞便懂得了 吃水不忘 挖井人的道理 作为一个戏曲演员 并不是独唱演员 要量一量 整个戏班的力 才能够是当主角的料了 从此不再一人登台 那一次简单的旧场 也使得新凤霞 明白了作为一个艺人 该有的品德 我妈呢 从演娃娃声开始 她一出声 一个倒白 一句唱 她也能抢人家 这就是我妈这一辈子 觉得对不起人的地方 所以主演 当主演 重要的就是给人口饭吃 同时四粮八柱要拜好 所以呢 我妈妈呢 一辈子也有一个 反过来的这种理念 就是得给人留饭 不能不给人留饭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 兴凤霞从天津来到北京 首先在天桥地区扎下了根 她从撂地开始 逐渐唱进了天桥的各大戏园 平剧在当时是个新兴的剧种 形式简便灵活 博彩重家之长 通过移植邦子 京剧 话剧和其他众多剧种等方式 逐渐日渐成熟 兴凤霞从中也得到成长 那个时期 兴凤霞和小白玉霜 都是平剧舞台上耀眼的星星 解放以后 兴凤霞主演的凤桓潮 《无双传》 刘巧儿 《花为美》等 剧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艺术形象 为平剧画廊增添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篇章 他以端庄 陈彦秋半场戏 我得看看 是什么样的演员 看完了之后 求荣蓉回来跟谭富英 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大家就看过 这新凤霞还得红 真叫一个漂亮 地方性演员 能够经纪演员抢生意的 恐怕当时来讲 还就是一个新凤犬 就是祖师爷给的饭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上美 生活特别的美 它是一种朴素美 朴素美是最难做到的 朴素美是中华时美的最高境界 我觉得新凤霞他台上台下 都给人感觉是一种朴素美 你看他台上那些表演 那些技巧 你觉得就是生活动作 但你仔细追究 他还是平息 我妈妈这个人 第一他出于你而不然 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 极度坚强 所以我妈妈这个人 具备了生活抗争的能力 同时也是他的艺术能力 他这几个能力他都具备 才能成就一个新童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